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篇文章四道题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经常不会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是多少篇 一共是六篇文章 对不对 四篇是一篇文章三道题 两篇是一篇文章四道题 但它不会像现在这样 一二三四都是三道题的 然后最后两篇是四道题的 中间它会什么 一两篇三道题 然后中间加一个四道题 再一篇三道题可能是四道题 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听清什么 下面第什么 三十一到三十三题 你看三道题 然后我们做完第二部分的时候 因为第二部分三篇都是五道题 五道题没有 不可能有 打扫给打扫给 有个所分手下面的 如果是做完第二部分以后 另到第三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先三个 这个有个所分手下 这个有个所分手下 这个文章很大不妙 然后你可以听 比方说三十一到三十三题 你就三道题 它可能会什么三十一到三十四题 那我们有一个没有分析的 对不对 那你就先把这个 先把第一题听清楚了 做完第一道题的时候 中间有十秒钟的时间嘛 然后你再分析那个第三十四道题的那个 补给本色 下面的 然后呢 做完这一篇文章的时候 下面的文章都是三个 三个三个 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一些 那就有两篇是四个的 对吧 两个四个的一做完以后 下面那道题肯定就是三道题了 所以一篇文章的时候呢 有教授不含苗 那中间呢 准备到出的部分 你得来的 有关心意记得吗呢 那文章一个 和文章是和文章是 一个有教授 文章才能够再拿呀 那我们今天是两篇比较长的 我们看一下书 一百二十四页 四十三到五十题 每个题是四道题 每篇文章四道题 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 补给本色 现在开始 第四十三到四十六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人问我 中国人喜欢在赞颂老师弟子多 贡献大使 说他桃李满天下 为何把学生比作桃李呢 这是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说法 相传魏国有一个大臣叫子鬼 他得势的时候 曾培养和推荐过不少的人 但后来他失势了 丢了官职 地位一落千丈 由他推荐入朝做官的人 却都视而不见 没有人帮他的忙 他只好一个人逃到北方去了 在北方 他遇到一个叫子俭的人 便对他发牢骚 说受过自己恩惠的人 忘恩负义 在他落难时 无动于衷 不来帮助他 子俭笑着回答说 你听我慢慢分析 如果你在春天种下的是桃树和李树 夏天就可以在树下修洗纳粮 秋天还可以吃到果子 可是如果你春天种下的是带刺的植物 到了夏天就会长出刺来 到了秋天还会刺伤人 你提拔的人都是不应该提拔的 所以君子提拔人才要像种树一样 首先应该选择对象 然后再加以培养 此后 人们便把培养人才叫做树人 把提拔起来的优秀人才称为桃李 如果一个老师教的学生非常多 就称之为桃李满天下 43 桃李被用来比喻什么 44 子鬼为什么要发牢骚 45 子简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46 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47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目光接触是连接演讲者与听众的纽带 如何有效地使用你的眼睛呢 首先 与听众建立起一种个人之间的联系 听众数量不多时 可以先挑选一个人 演讲时对着他讲话 与其保持足够长时间的目光接触 以建立起一种视觉联系 这段时间 往往相当于一句话或一种想法所占用的时间 然后再把目光移向另外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面对成百上千听众演说 那么这一办法行不通 你可以在听众席的不同位置挑选一两位听众 并与他们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系 这样每一位听众都会觉得你在直接与他交谈 其次要观察视觉反馈 当你在演讲时 你的听众也在对他们的非语言信息做出反应 如果大家都不朝你看 那么他们可能没再听你的演讲 原因可能是他们也许听不到你的声音 解决的办法是 如果你没有用话筒 那么声音要放大一些 并看看那是否有效 他们也许感到厌烦了 解决的办法是 用些幽默的话语 声音多点一扬顿挫等等 另一方面 如果听众脸上显露出快乐 兴趣和关注 那么什么也不要改变 你做得很棒 47 听众多时怎样选择目光交流对象 48 怎样判断听众是否在听你的演讲 49 把声音放大一些的目的是什么 50 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好 我们对一下答案 43 B 44 B 45 A 46 D 我再说一遍 B B B A D 47 D 48 C 49 A 50 A 我再说一遍 D C A A 八道题全对的同学 错一个 两个 三个 嗯 全对的同学没有 错一两个的同学比较多 那我们看一下 这还用特意去分析吗 不用了 对吧 非常简单 只有D是什么 跟这三个截然不一样的 对不对 华一尔 Bagunaga 一达老师学生 老师学生 好 我们看一下 他说 有人问 他说 94 他说 有人问 中国人喜欢 赞 赞颂老师 弟子多 贡献大师 说他 逃离满天下 上次我们写作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 对不对 逃离满天下是什么 学生多 那为何把学生 比作逃离 比作 有三个截 逃离 三个截 跟我读一下 比作逃离 比作是什么意思 比喻的意思 为什么把它比喻成 逃离呢 我们看一下 他问是怎么问的 他说 逃离 被用来 比喻什么 逃离 东哥拉米 比喻东哥拉米 刚才我们说什么 比作成什么 学生 对不对 老师学生多的时候 说的是学生 那么正确答案 比 对不对 如果你要知道 逃离满天下 是什么意思的话 听之前 一听文章 你就可以挑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丢额三个截 关职 三个截 攻读一下 丢关职 丢关职 然后落难 东哥拉米 时间 什么拿 落难的时候 什么 群颈 帮 怎么样 没有人 帮他 就 躲住的 差点 없어요 然后推荐 有三个截 很多人 三个截 跟我读一下 推荐 很多人 推荐 很多人 那么 不适应 东哥拉米 不适应什么 北方的生活 然后环境 让我们看一下 适应 有三个截 环境 三个截 跟我读一下 适应环境 适应环境 那么看他是不是因为 不适应北方的环境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看他本文是怎么说的 我看一下 他说 我们看一下书 他说 这是春秋时代 流传下来的说法 这是什么时代 春秋时代 流传下来的说法 流传的话 会有很多的版本 可能这个地方 是这么传的 那个地方 因为是嘴跟嘴 这样传出来的话 会有每个地方 传的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 他说什么 相传 魏国有一个大臣 叫子鬼 把他们叫鬼也 这个鬼 我也第一次见到 准备课的时候 因为不可能 中国人说了 中国人一生死不明目 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 就是汉字都没有学会 然后就是 中国所有的地方 都没有去过 然后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没吃过 如果我呢 就是最后一个 特别是中国 每一个地方 非常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那我看一下 那我也是第一次见着 如果是阅读的话 见着这么难的字 不必要去那什么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子鬼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他得事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时候 得事 然后曾培养和推荐过不少的人 培养 推荐 人 三角 跟我读一下 培养人 推荐人 但 后来怎么样 失事 失事 那么得事跟失事 就是对照的 对不对 反义词了 那么 跟我读一下 一落千丈 中国人说什么 从非常高的职位 一下失去这高的职位的话 就是用一落千丈来形容 好像你从悬崖上 掉下来那个感觉 所以呢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由他推荐 入朝做官的人 去 都怎么样 视而不见 没有人帮他的忙 有人帮他的忙吗 没有 然后他只 他只好一个人怎么样 逃到北方去了 逃到 有三角形 北方三角形 跟我读一下 逃到北方 那么他原来是南方人 对不对 从南方跑到北方去了 那我们这部分 不太难 我们一起读一下 开始 相传卫国 有一个大臣叫子鬼 但后来他失事了 丢了官职地位 一落千丈 由他推荐入朝做官的人 却都视而不见 没有人帮他的忙 入朝是什么 进入朝廷 就是我们现在叫什么 进入政府部门 有的可以先看他们 续叫 全部机关 人家说 对不对 官 他能够在哪 入朝做官 原来不叫政府部门 原来叫朝廷 出政 对不对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 他问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的逃离满天下 用来比喻是学生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丢了官职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四十五题 四十四题 为什么发牢骚 这是四十四题的 我们往下看一下 他说为什么 丢了植物 还有一个 有没有这个 擦擦脚 那我们看一下 落难时没有人帮忙 一个武力图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他推荐了很多人 他推荐了很多人 那些人帮他了吗 没有帮他 对不对 而且什么 为什么发牢骚 然后不适应 北方的环境 是不适应吗 因为他失落 他逃到北方去的 对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 他说 四十四题 变发牢骚以后 我们刚才看到 没有人帮忙自己 逃到北方去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北方 他遇到一个 叫子简的人 到了北方以后 他遇到了一个谁 子简 便对他怎么样 发牢骚 发牢骚 哪个叫 为什么 看一下这句话 他说 他说怎么样 在北方遇到子简的人 他便发牢骚 发抑 跟我读一下 发牢骚 这个是发牢骚的内容 对不对 为什么发牢骚的原因 他说 受过自己恩惠的人 忘恩负义 在他落难时 无动于衷 不来帮助他 他说什么 一直在说人 对不对 有没有说他失职 没有说 看一下 第一个 他发牢骚的原因 什么 受过自己恩惠的人 对不对 这些人呢 忘恩负义 不来帮助他 对不对 都是人的行为 那我们看一下 他说 子鬼为什么要发牢骚 是不是他说 他丢了官发牢骚 不是 因为他得势的时候 推荐了很多人 失势以后怎么样 落难时 没有人 帮助他 对吧 两个 虽说两个都出现了 都给他拿起来 但是 但他发牢骚的原因 是什么 像子简发牢骚 说 都是人怎么样 人怎么样 都是人的行为 跟丢官没有关系 正确答案 币也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一个多 一个多 那么 哪一个 哪一个 内容更多一些 币叫 那你就调币 对 而且问你的原因 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 选错 对象 跟我读一下 选错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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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 逃到 北方 跟我读一下 逃到北方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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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新 大 错 东国内 没有 南无 才 模 新 那 sayo 得罪 有三个金 全贵三个金 跟我读一下 得罪权贵 得罪权贵 我们经常说 不要得罪人 得罪人 得罪老师 得罪朋友 得罪领导 全贵是什么 现在就叫什么 官员 对不对 有权有势的人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子简笑着回答说 你听我慢慢分析 如果 你在春天种下的是 桃树和礼树 夏天就可以在树下怎么样 休息纳粮 秋天就可以吃到果子 可是 如果 你春天种下的是 带刺的植物 到了夏天 就会长出刺来 到了秋天 还会怎么样 刺伤 有三个金 人 三个金 跟我读一下 刺伤人 刺伤人 带刺的植物 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 玫瑰叫 长蜜叫 有的时候 你要不抓好的话 会把手刺破 对不对 会刺伤你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他拿这个比喻是什么 就说他为什么 没有人来帮助他 我们看一下 他说 你提拔的人 都是一些什么 不应该提拔的 把刺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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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没有白色 他说 君子 提拔翼 三个金 人才 三个金 跟我读一下 提拔人才 提拔人才 要像什么 种树一样 像动核一样 一样动核一样 像什么什么一样 什么什么 같아요 没有 南无信任何 是同样的 然后 首先 你没有白色 应该怎么样 选择 有三个金 对象 三个金 共同核一样 选择对象 然后 你没有白色 首先 什么什么 然后什么什么 空管 再加以培养 问着 第三个人身体 还有 你没有 扬声 那我们看一下 君子的反义词 是什么 小人 对 对 韩国呢 韩国呢 能说 小人 小人 中国比较小人 也要 那么换一下 更简单的比较什么 好人 坏人 好人 坏人 也要 君子想不起来 就想 好人 这部分 我们一起读一下 开始 你提拔的人 都是不应该提拔的 所以 君子提拔人才 要像种树一样 首先 应该选择对象 然后 再加以培养 那 非常好 那我们看一下 子简 认为 问题出在哪 为什么没有人帮助他 选错 对象 对不对 正确答案也要 不应该逃到北方吗 子简有没有跟子鬼说 你不应该来北方来 没有说 对吧 重错数 一个呢 前面是什么 一种比喻 比喻的内容是什么 A的内容 对不对 正确答案 那就应该是A 那么得罪权贵 有没有说 他为什么丢了官职 内容没有说 对吧 这也是 正确答案应该什么 A 那我们看一下 子鬼的生平 生平的话 如果是谁谁谁的生平 就应该比方说 子鬼出生于哪一年 出生在什么地方 父母是谁 上了什么学 最后取得什么成果 有没有说 没有说 你都不知道 子鬼这个人是谁 对不对 没有说 不对 聪明的子简 有没有说子简 怎么聪明 可能子简 说的话是很对的 有的人就说 嗯 那子简很聪明 没有说 因为中国人说什么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这就是这个 中国人叫做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其实 실제 일을 만나는 사람 뭐예요 미는 뭐예요 혼동되는 거예요 눈에서 잘 안 보여요 然后 旁观什么 옆에 구경하는 사람이죠 정신가 말가 지는거죠 那么子简 是一个什么 旁观者 对不对 所以当然 他看的问题 要比子鬼 要清楚得多 所以这个 跟子简 聪明不聪明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这句话 跟我读一下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那中国人常用的话 那么 逃离是什么 已经问过了 对吧 第一句话 问完以后 再说什么 逃离满天下的什么 来历 那么 这应该是主题了 对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说 从此 人们便把 培养人才 培养 培养 人才 人才 三个 跟我读一下 培养人才 叫做 树人 这个树呢 其实就是种树的意思 南无新人 사람 사람 那我们研究 那我们看一下 叫树人 然后把 提拔起来的优秀人才 提拔 人才 提拔人才 称为 逃离 然后如果 Nemo Box 一个老师 教的学生 非常多 就称之为 逃离满天下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段话 主要谈的是什么 刚才我说了 有没有说 子鬼怎么怎么样 没有说 那么是 子简吗 可能有的朋友说 子简说的很对 可能是聪明的子简 子简是什么 旁观者 所以他很明白 他不是当局者 当局者是谁 子鬼叫 他不明白 人为什么不帮他 但是子简就告诉他 为什么原因 然后 是说逃离 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 是在说什么 这个逃离满天下 为什么叫逃离满天下 的这个故事 对不对 正确答案 应该是什么 地 而且呢 这个逃离满天下呢 前后出现了两次 第一段就说了 逃离满天下 最后一段又说了一个 逃离满天下 那肯定是跟这个 逃离满天下有关系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说 看着所有的听众 所有 逃离满天下 모든 시청자를 바라본다 맞아요 五大环流 높죠 我们说过什么 全部 所有 一切都 이런个 特定 나올 때는 五大环流 높은 거죠 내가 쓴 표시예요 与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对的 我们看一下 接触 谈话 交流 交往 是我一个人 可以做的吗 必须有一个 三代棒 如果这会儿的时候 必须有一个 三代棒 还是对呢 必须有一个 与和同根 也要 我接触 老师 我接触 我接触 中国文化 我接触 中国文化 我接触 中国人 我看没有 沟通 没有问题 我一直 交通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不对 应该什么 你跟中国人 一起在沟通 但是 我与中国人 接触 我与 老师 交谈 通常 两个人 같이 하는 行动 与 什么 什么 行动 A 与 B 做什么 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 挑选 有三角形 听众 三角形 跟我对象 挑选 听众 是什么 一两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 张所拿到就 张所拿到就 然后挑选 有三角形 听众 三角形 那我们看一下 本文说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九十五页 他说 目光接触 是连接 演讲者 与听众 的 扭蛋 如何 有效地 使用 你的眼睛 使用 眼睛 共同一下 使用眼睛 讲眼的时候 讲眼的人 肯定要看 底下的人 对不对 他不能看着 天在那 演讲 你要看着 天演讲的话 底下人都不听了 都走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说 你的眼睛 应该看在什么地方 那就是 讲眼的 一种方式 我们继续往下看 首先 他说 与听众建立 一种个人之间的联系 联系三角形 建立联系 前面 与东哥 与谁谁谁联系 联系都读给 我与朋友联系 我跟朋友联系 我联系 朋友不但 然后继续看一下 听众数量不多时 听众数量不多时 那么听众数量不多时 一听到这个的话 那肯定有一个对比 那有一个听众多的时候 一个不多的时候 那么不多的时候 我们看什么 他说可以 先 挑选一个人 演讲时 对着他讲话 不多的时候是什么 我可以随便挑选一个人 在这看 对不对 然后就说 与其保持 足够长时间的 目光接触 保持有三角形 目光接触三角形 可以长时间的看一下 这个时间的长度是什么 后面说了 就说 已建立起一种 视觉的联系 这段时间 往往相当于 一计划 或什么 一个想法 所占用的时间 就是我看你的时间 就是我说一句话的时间 要像我说话快的话 占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看完这边 我得看这边 那我不能上课 是我只看着这边 那这边的同学 肯定不高兴 对不对 那我因为视线 会来回来去的走 这样的话 很多同学都觉得 老师还是比较关心我的 都看到我了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说 然后 再把目光 移向另外一个人 看完这个人以后 再看这个人 因为人少的话 他可以把时间 分配一下 看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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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 但是 如果 如果你怎么样 面对 听众 跟我读一下 面对听众 面对是什么样的听众 成百上千的听众 那底下人非常多的时候 那会儿演讲 对不对 时候应该怎么样 书上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说怎么样 这个办法行不通 这个办法行不通是什么 看着一个人的这个方法 是不行的 对吧 应该怎么样 你可以在听众 习的不同位置 不同位置 挑选 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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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听众 听众 三个 三个 听众 三个 听众 你再直接 你再直接与他 交谈 会觉得什么 你在和他 交谈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听众 多时 怎样选择 目光 交流 对象 听众 多时 不是听众 少时 是听众 多时 对吧 是看 所有的听众 吗 那我们看一下 与一个听众 长期 目光 接触吗 这是什么时候 听众 少时 那我们看一下 挑选一两个听众 挑选一两个听众 但这个一两个听众 如果前面 没有任何修士的话 我一直只看着 这一两个听众 我从讲演开始 就看着这两个人 结束的时候 我一直是这个动作 那这边的人 就不干了 对不对 它是怎么样 在不同的位置上 在这边挑一两个人 在这挑一两个人 在这挑一两个人 然后我就看的时候 因为我的眼光 到底看谁 你也不知道 你是看我一个大方向 对吧 所以觉得呢 怎么样 听众就觉得 我在跟你一直在交流 因为用眼睛来交流嘛 所以呢 这个是不对的 你可能觉得 一两个对了 老师 为什么这个不对 因为什么 选一两个的话 就是一个方向 没有动 他这一两个 这一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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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位置的一两个 是一两个吗 不是 那加起来是很多个了 对吧 所以呢 正确答应该什么 D 如果你选择C的话 你可能觉得 一两个我听见了 但是还有一个什么 位置上的问题 所以呢 你要想一下的话 就正确答案 就应该是D 相对来说呢 那个 这个呢 四十七题 那稍微难一点 因为一两个也出来了 这个也出来了 这个也出来了 所以你要没有听清楚 什么 听众多时 听众少时的话 那你三个 你就觉得 所以一定要听清楚 听众多时 听众少时 一有少的话 肯定会有一个对比 多 所以你会 哦 少的时候 赶紧在这边 写一个什么 少 少的时候是这样的 然后多的时候呢 你赶紧里面 一个读给 D之间呢 想不起来 就画一个大文 一旦读给 每天里面 对一个听不见 然后呢 然后再看一下 那会儿呢 两个里头挑一个 两个里头挑一个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那么哪个 这话不通话呢 D就 一年用得 马尼不哈别赞 那么D就过来 我这时候 蒙的时候 这样蒙 我们继续看一下 四十八题 说一些什么 幽默的话 幽默 说 说 说话 说话 然后声音 放大 观察 观察 观察什么 听众视觉的反馈 我上课时候 也会看你们 文老师上课 也都看你们 今天错的题多 一个个都是不高兴的一张脸 如果今天做的题 做得非常好 都很高兴 然后看一下 使用 有三个话筋 话筒 三个话筋 跟我都讲 使用话筒 使用话筒 那我们看一下 他 再继续往下看 他说 其次 刚才是首先出来了 现在是什么 其次 其次要怎么样 第一句话 非常重要 对不对 要观察 视觉 反馈 天官片 说明文 第一句话 或者最后一句话 非常重要 然后他就是 底下说的就是什么 为什么要观察 视觉 反馈 这一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他说 当你在演讲时 你的听众 也在对他们的 非语言信息 做出反应 非语言信息 是什么 不知道 反正是 做出反应 对吧 做出 有三个话筋 反应 跟我读一下 做出反应 那你演讲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人 都会有反应 那么如果 Nemo Box 大家不吵你看 什么 什么意思 大家不看你 那就 那么他们可能 没有在听你的讲演 对不对 不看你的话 肯定不听 原来我上班的时候 在中国上班的时候 因为我们 因为我的那个单位 是典型的 国家企业 因为我们不受 任何人领导 上面直接是中央 然后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现在叫做 航天工业总公司 就是我们那个公司 然后呢 因为我们都有党 委书记 对不对 知道不知道 中国有党书记 对习近平 现在是什么 国家主席 党书记 军委主席 然后每个单位 都有一个所长 比如我们是研究所吗 我们就有研究所所长 然后有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 就要对我们进行 思想教育 然后经常有的时候 前两天开会了 比如说 就是开两会 中国叫人民代表大会 政协会议 相当于韩国的什么 成会一脚 然后结束的时候 都有个文件下来 那我们都要学习 这个文件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但是我们要开会 党委书记就坐在台上 开会 有的时候长的话 短两个小时 长四个小时 很没意思吗 你就看 坐在底下 我们两千多个人 一个研究所 两千多个人 都得去参加 那就坐在那吧 然后党委书记在那 哇使劲地说 然后底下你就看 织毛衣的 看小说的 什么 还有就是 两个男的坐在那 弄三个椅子 中间还放一个 两个人在下象棋的 干什么都都有 就不听他 那肯定是反应 对不对 我们不关心 所以呢 就是说 你想一想 那个演讲的 这些方式 你要想一下 觉得这篇文章 还不是那么没有意思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就说 那会儿 开四个小时会的时候 我就到那坐一会儿 一会儿我就溜出去 跑出去玩 现在给我朋友打电话 出来见一下面 然后就 觉得 然后这边就想 嗯 差不多快完了 再回去 再坐回去 所以经常有这种情况 因为很没意思 跟我没关系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 对什么 演讲有反应 对不对 演讲的 听你的人是没有语言的反应 他不会说 你说得真好 真好 不会说 我在上课的时候 你们说话吗 你们的反应就是什么 不是语言性的 点点头或者是微笑 或者你看着我 对吧 所以呢 这是就这种反应 如果不看你呢 就是不好听 你讲的没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问的什么 怎样判断听众 是否在听你的演讲 非常融丽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是在说一些幽默的话吗 声音放大一些 有没有说 然后呢 使用话筒 我们看一下 声音放大的话 一个方式是什么 使用这个话筒 对吧 所以那两个的意思 比较相近 两个都不是答案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说 要说一些幽默的话 第一句话是说的什么 观察 视觉反应 听众视觉反应 正确答案 A也要 待会再说一下 为什么说这道题 可能跟下道题 有的同学 错的比较多的原因 我们看一下 他说 让听众听得见 听得见 跟我读一下 增强自信心 然后让讲言怎么样 有 说服力 跟我读一下 有说服力 然后提醒 有三个话筒 听众 三个话筒 提醒听众 认真听 懂我了吗 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敲一敲黑板 让你们集中一下 提醒你们一下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他说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说 如果 大家都不朝你看 那么 他们可能 没有在听你的讲演 对吧 觉得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的原因 第一个他就出来了 原因可能是 他们也许 听不到 你的声音 原因可能是 不朝天官片 他们可能 听不到你的声音 解决的办法是 可以说 相关片 什么 如果你 没有使用话筒 没有用话筒 的话怎么样 那么声音要放大一些 声音放大一些 天官片 听不到的时候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声音 放大一些 就是大一点声 看 并看看 是那是 否有效 然后看一看 观众 有没有效果 我们看一下 问题是什么 把声音 放大一些的目的是什么 让观众 让听众听见 对不对 并没有 跟增强自信心 有关系吗 我声音大了 我自信心就大了 那我们那个 党委书记 那声音很大 那我们也不理他 对不对 不是 跟这个没有关系 那么看一下 什么 讲演的 什么 更有说服力 也不是 对吧 跟内容没有关系 那么提醒听众 也不是 应该什么 第一个原因 他可能觉得 大家没有听见 所以呢 你要放大一点声音 换句话就是什么 让你听得见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第48题 跟49题呢 黑格林的文艺呢 两道题 离得太近了 我们一般情况下 第一道题会 第一段 可能是第一道题 然后再说一些 举一些例子 然后再出一个 然后第二道题出来 然后再说一点 第三道题 这个什么 合在一起了 4849两道题 离得太近 而且都有连贯性 对吧 那我们看 48题的时候 他说的是什么 说一些幽默的话 是后面还会再出现 我们看一下书 他就说 刚才是说什么 第一个可能原因 是听不到声音的时候 你要放大原因 第二个他又出现了 他说 他们也许 感到厌烦 感到有三个轻 厌烦三个轻 插到所有 那感到厌烦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用幽默的话语 这个填题条件是什么 说一些幽默话语的时候 是什么 你放大声音以后 大家还不听的时候 再用这个方法 对不对 所以刚才那个 放大声音没有关系 对吧 너무 헷갈려 那么那么 那么那么 가까이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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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放大声音 买了COM les音效 轻轻动都在音效中 我听这个音效中 48、49D是非常蓄性的 成功非常蓄性的原因 这个还是对这些 我们可以承认 我们再看 观察 我听到了 使用关系 我听到了 我听到这个读音效 我听到一个读音效 我可以讲解 我可以认读 刚才是说什么 看一下 他问的是什么 听众 判断听众 是不是听你的时候 你要看听众的反应 对吧 那么这三个跟它没有关系 那我们49题的时候呢 是什么 声音大一些的时候 没有说 刚才那个幽默是什么 感到厌烦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听清楚提问 然后呢 像这种都听见的话 你在编程一定要做一些 简简单单的记录 能让自己明白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 正确答案 这个是让听众听得见也要 所以呢 48 49题 各个表表 哈那表写 就 약간混动的 所以是你 那么各个一步 而且能听见的东西 那么最后一道题 就比较容易了 什么 演讲 对不对 没说别的 只是说演讲 那肯定就是演讲 那么的 前面都画一条竖线 最后一个 获取有三个形 信心三个形 共读一下 获取信息 获取信息 那全部的技巧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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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一下 整个我们再重新整理一遍 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 开始 目光 目光接触是连接 另一方面 这是最后一部分了 我们看一下 如果 听众脸上 显露出快乐 显露 有三个形 快乐 三个形 兴趣 关注 跟我读一下 显露快乐 显露 兴趣 显露 关注 纳露 如果什么什么 纳露 什么什么 什么也不要改变 你做得很好 对不对 表情很幸福 那我就不用改变了 我也不用去再 那么慷慨激昂的 我一说快了 就是 昏露 他们玩 那么包的就要 你还没有看见我 真正跟我中国朋友 聊天的那个速度呢 就是你们 这个的1.4倍 是我正常的 说话速度 很快 我说话很快 但还有比我快的 我还不算是 很快的人 所以你要听懂 我说话考试 没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 是说的什么 演讲 对不对 不是说的社交 也不是说的 聊天的技术 那么更跟信息 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不对 正确答案 A也 好 我们看一下 94页 重点声词 第一个 赞颂 我们说表扬 什么赞颂 这些词用的很多 对不对 赞美等等 那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 表扬 老师表扬我 妈妈表扬我 领导表扬我 就是一般的 三所汉和青山 和青山的表扬也有 表扬不到 这么一旦 那么怎么样 称赞就 什么老板称赞我 工作做得非常好 一般表扬呢 主要什么 学校啊 家里啊 或者平时 啊 我们老师天天 你表扬你们 对不对 但是这个称赞的时候呢 一件事情做完以后 结果出来的时候 你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称赞也要 那我们还可以什么 赞扬 对不对 赞扬呢 好人好事 那赞扬也要 谁摔倒了 然后 有一个人 非常好心的人 把他送到医院 然后他很感谢他 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那么这会儿就什么 赞扬 然后这个赞颂 一个不得 赞颂呢 赞颂祖国 或者是赞颂什么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那种英雄 你比方说 我记得好像是 前几年有一个 韩国人在日本 地铁里头 把人救起来以后 最后他 不在了 对不对 像那种呢 我们就可以叫什么 赞颂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一个比一个高 一个比一个高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说编上贡献 贡献 贡献 前面是什么 做出 贡献也要 我有时候 有的同学跟我说 老师你帮我看一下 我的中文简历 很多同学都在最后一个 我会尽最大努力 为公司做出贡献 很多同学这么写 嗯 下面 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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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李满天下 桃李满天下 什么意思 学生多 对吧 桃李满天下 下面 笔作 笔作 流传 流传 相传 相传 下面那一行 得势 得势 反义词是什么 失势 得跟失是反义词 得势 中国人经常说什么 计较 计较 得势 达势 达尽 对 那么大忠 由自己的意义 演到毫不大忠 踊 但一般 的 总计 这是什么 留学 别接 一教个人都是 特别是上班以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旁边 推荐 下面一行 推举 推举 你比方说 学院要招老师 那我就可能跟文老师说 文老师我给你推荐一个老师吧 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时候 推荐有点介绍的那个意思 推举的话 那就是什么 这个被推举的这个人 一定是个领导 比方说推举谁做 韩国人现在是推举谁做总统 所以推举谁做什么什么事情 肯定比推荐这个要 所以两个是有区别的 下面那一行 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 我们经常用的成语 对不对 看都跟没看见一样 然后下面发牢骚 发牢骚 发牢骚不会写的话 可以怎么写 表示不满 后面 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 然后落难 落难 下面 纳粮 纳粮 纳粮换一句话怎么说 乘粮 我们乘坐汽车 还是对那个乘 乘粮 纳粮 一个意思 跟我读一下 纳粮 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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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往下看 提拔 提拔 提拔人才 乘粮 下面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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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说了一个是什么 比作 比喻比作 好 我们看一下 45题的下面 得罪 得罪 然后46 来历 来历 96页 第一行 第一个 纽带 纽带 一般 常常用的动词是 形成纽带 特别是形容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 形成什么什么样的纽带 一般中国人跟朝鲜的关系非常近 对不对 一般形容的时候 就是中朝两国人民 形成了骨肉般的 亲兄弟般的纽带 有人评论吗 你会有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建立 建立 下面挑选 挑选 保持 保持 下面一行面对 面对 下面反馈 反馈 下面一行信息 信息 信息呢 韩国叫 全部 全部 中国叫信息时代 中国不叫情报时代 情报 中国这个词用 我们一听这情报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间调 间调 监察 监察 收集情报 所以情报呢 我们国政文 这个 苏职派等全部 以前 中国叫信息时代 不叫情报时代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那对我 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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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对我 显露 显露 五十题下面 技巧 技巧 旁边 获取 获取 都对 他可能出伤者 给名赏 马尼达 你答得好了 获取信息 获取 情报 那 好 我们再重新听一下 今天的两篇文章 第43到46题 是根据下面 一段话 有人问我 中国人喜欢在赞颂老师弟子多 贡献大使 说他 桃李满天下 为何把学生比作桃李呢 这是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说法 相传魏国有一个大臣叫子鬼 他得势的时候 曾培养和推荐过不少的人 但后来他失势了 丢了官职 地位一落千丈 由他推荐入朝做官的人 却都视而不见 没有人帮他的忙 他只好一个人逃到北方去了 在北方 他遇到一个叫子简的人 便对他发牢骚 说受过自己恩惠的人 忘恩负义 在他落难时 无动于衷 不来帮助他 子简笑着回答说 你听我慢慢分析 如果你在春天种下的是 桃树和礼树 夏天就可以在树下 休息纳粮 秋天 还可以吃到果子 可是如果你春天种下的是带刺的植物 到了夏天就会长出刺来 到了秋天还会刺伤人 你提拔的人都是不应该提拔的 所以君子提拔人才要像种树一样 首先应该选择对象 然后再加以培养 此后人们便把培养人才叫做树人 把提拔起来的优秀人才称为陶礼 如果一个老师教的学生非常多 就称之为陶礼满天下 43.陶礼被用来比喻什么 44.子鬼为什么要发牢骚 45.子简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46.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47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目光接触是连接演讲者与听众的纽带 如何有效地使用你的眼睛呢 首先与听众建立起一种个人之间的联系 听众数量不多时 可以先挑选一个人 演讲时对着他讲话 与其保持足够长时间的目光接触 以建立起一种视觉联系 这段时间往往相当于一句话 或一种想法所占用的时间 然后再把目光移向另外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面对成百上千听众演说 那么这一办法行不通 你可以在听众席的不同位置 挑选一两位听众 并与他们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系 这样每一位听众都会觉得你在直接与他交谈 其次要观察视觉反馈 当你在演讲时 你的听众也在对他们的非语言信息做出反应 如果大家都不朝你看 那么他们可能没在听你的演讲 原因可能是他们也许听不到你的声音 解决的办法是 如果你没有用话筒 那么声音要放大一些 并看看那是否有效 他们也许感到厌烦了 解决的办法是 用些幽默的话语 声音多点一扬顿挫等等 另一方面 如果听众脸上显露出快乐 兴趣和关注 那么什么也不要改变 你做得很棒 47 听众多时怎样选择目光交流对象 48 怎样判断听众是否在听你的演讲 49 把声音放大一些的目的是什么 50 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动兵结构 跟我读一下 选错对象 选错对象 提拔人才 提拔人才 挑选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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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 观察反馈 观察反馈 显露快乐 显露快乐 比较亮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我们作业 43到50题 两篇长文 读读 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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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对象 读读了 读读比较多 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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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問題 많 Marin 問題 主題的場合 問題很完全不同 或者是不同的又 reversed 而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會有很多問題 在那部分的問題 看起來是比較好 在那方面 眼看著一看 它發現我肯定是相反 我會不知遇的時候 一開始鬥氣 但在那中路上 如果你經常覺得 你在那些問題上常常發出錯誤 你自己不分析 我们也不知道 对不对 我只能说 今天几道题 错了几道题 我不可能给每一个学生 我把你们的都分析完了 对吧 因为每一个人呢 有的文章不一样 有的人觉得 我同样的一部小说 一部电影 有的人觉得 哎呦 这特别好看 我一看没意思 我不喜欢 对不对 你比上韩国人 特别喜欢看三国演义 特别是韩国的男孩子 特别喜欢看三国演义 而且我一看韩国外的 骂的那三国演义版本非常多 我不喜欢看 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所以呢 就是说有的文章呢 可能你对付 你觉得有的同学觉得 哎 这个容易 有的同学觉得这个难 所以你自己分析一下 你自己那个 你的弱点是什么 因为我们 有的同学可能就上到 今天是最后一天 但也有的同学呢 什么三月份 或者是在看视频学习的 所以这个呢 就比方说 一个月的下来以后 你就要自己进行分析一下 阅读也好 还是听力也好 这个分析完了以后 你觉得 我这种是经常错的 这种是我非常有自信的 那下回你学习的时候 就把重点放在什么 你没有信心的这部分 好 我们今天的听力课就到这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